近日,南非驻华大使谢舍文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包括南非在内的非洲国家和中国在文化上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和共同的理念。 与中国文化中老无老以吉人之老,又无幼以吉人之有的理念相似,非洲人也把彼此视为兄弟姐妹,强调集体观。 谢舍文强调,非洲有自己的文化、历史和价值观,忽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发展就无从谈起。 他指出,中国和非洲的交往独特之处就在于互相理解和尊重,从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这与西方国家有根本区别。 事实证明,并使着相互理解尊重, 共同发展的理念。南中建交25年来,两国不断深化双边关系,合作取得重大进展。 在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各领域,为中非关系的发展树立了榜样。 谢舍文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人文交流,并强调,这是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的事。 从2009年,每年一年的判断目前为了子汉CR marketplace。 他从2010年成为最大的交易伴侣 最大的交易伴侣 从阿福克的海岸 所以我们有这个好的基础 我们对政治和良好的关系 能够增加经济关系 让我们更加努力 能够增加人和人的关系 同时 西盛文还特别期待 两国旅游合作的复苏 他指出 旅游业在给双方带来经济收益的同时 进一步增加了两国民众的了解和友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